100卡可以吃什么 Hello大家好 这里是一小 今天依旧和大家分享三款非常低卡美味的100卡料理 首先第一款是一个酸奶爆浆蛋糕 需要准备的材料是这些 把不开心当成一个蛋 然后打碎它 希望看这个视频的你们今天都有好心情 之后加入脱脂无糖的酸奶 搅拌均匀 不可能是全网唯一没有蛋抽的美食博主 之后加入准备好的玉米淀粉 继续把它们搅拌均匀 自己吃就不用过筛了 之后再准备一个蛋糕模具 我家没有 但是我用锡纸做了一个 是不是很心灵手巧 当然大家用任何的陶瓷制品都是可以的 装饰一些蓝莓 蓝莓在加热之后呢就会有爆浆的效果 烤箱预热到200度 烤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烤完后的蛋糕体积会扩大两倍 所以说容器一定不要加太满 否则就会溢出来了 我在表面上又撒了一些椰蓉 为了口感更像芝士蛋糕 我放在冰箱里冷藏了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吃起来的口感呢 类似于轻乳烙蛋糕 又一种淡淡的芝士香 喜欢甜度高一点的同学呢 可以加入少量的代糖 第二款呢和大家分享一个 完全没有碳水的生酮料理 首先把包菜叶 尽量不选杆的部分下热水中焯一下 包菜叶变软之后立刻捞出 不要煮太久 准备100克的牛肉 我这里的牛肉提前用生抽盐 稍微腌制了一下 所以说颜色有点深 之后用你双十一抢单的手速 把牛肉切成肉糜 切好的牛肉加入少量的香菜 搅拌均匀 不喜欢吃香菜的同学呢 可以用茴香来替代 包菜去除梗的部分 包上刚才准备好的牛肉香菜肉糜 之后用打包行李的方式 把牛肉馅卷起来 豆皮打一个结封口 我试过不用豆皮 牛肉馅也是不会散开的 稍微用个牙签固定一下就可以 上锅大火蒸15分钟就可以了 这道菜不需要再添加任何的调料 蒸过之后的牛肉和包菜水飞会渗出 形成一种自然的汤汁 牛肉紧致瘫压 每一口都有汤汁渗入 香菜的清香 又给牛肉增添不一样的美丽 细细品尝 还能感受到包菜的清甜 这样一款美味不仅低卡 而且没有碳水 非常适合正在减肥的小伙伴们 今天的最后一款美食呢 是一个魔芋布丁 相信很多同学在繁忙的日常当中 会选择带餐 今天用到的是 古之优品的紫薯魔芋带餐 拖着牛奶加热之后 放入两片泡软的吉利丁 好了我知道你们是连吉利丁都会劝退的人 这次呢在弹幕或者评论当中 抽出一位小伙伴 送你吉利丁咯 吉利丁融化之后加入带餐粥 搅拌均匀 倒入准备好的容器当中 建议在容器中放一张保鲜膜 这样更方便脱膜 冰箱冷藏三四个小时左右 其实可以第一天做 第二天来吃 脱膜之后由于重力作用 带餐粥中的果物沉淀到碗底 形成让一种渐变的效果 不仅热量低 而且还富有高膳食纤维 能够带来持久的饱腹感 这块带餐是无糖的哦 甜度呢都是来自于 林卡的赤险糖醇 一包带餐的热量呢 是40大卡 这样一个超大分量的布丁 只有100大卡哦 看着短短的质地 是不是很诱人呢 我们来切开看一下 可以明显的看到很多 紫薯和穀物的颗粒在里面 下面的布丁是软糯的 上面的穀物颗粒呢 是有点较劲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别忘了素质三连哦